哈囉 各位伊甸好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莊米果112年12月2日星期六早晨 今天要來完成我們一年一度的牛奶果套袋 那今年工作會非常的輕鬆 因為我們今年的牛奶果結果非常的差 結了沒多少果 結沒多少果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去年幫他做大幅度的修剪 那為了讓果園裡面能夠 其他果樹也能夠有發展的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去年做了大幅度的修剪 修剪完之後呢今年的結果率就非常的差 不過呢結果率非常差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就是套袋不用套到 不用套袋子套到裡面 不用套袋子 就是很輕鬆 那另外一個好處就是這些果實 未來它會長得很漂亮 也就是說它的果實少 然後未來它的結果就會變得很大 而且會很漂亮 那缺點就是我們沒有辦法 今年沒有辦法分享給好朋友 所以我們都是今年一定都是自己使用 那而且今年的種子 應該說四月份以後種子也會變很少 已經開始有好朋友在跟我們預約要種子 先跟各位講種子會比較少 牛奶果它一樣 如果過度修剪的話 它結果率隔年結果率就變差 可是如果你不修剪它的話 它長勢非常的快 所以種牛奶果 如果你要種整區的牛奶果 那個間距要拉大一點 避免說它長得太大太優弊 優弊有壞處就是 會有一些病蟲害 上面的果實有些已經蠻大顆的 你看今年結果率真的很差 果實真的很少 很少 很少 不需要收割 不需要收割 就是這樣 這樣 一位一位都頭生 不需要收割 不需要收割 這樣後來有好處 就是比較輕鬆 但是沒有辦法吃得開心 但是果實會變得很漂亮 所以我們已經迫不及待想要 看看它最後果實會長得怎樣 一定會很大顆 所以大家就持續追蹤 我們的頻道 看這一批果 最後會長成怎樣 一定是又大顆又漂亮 那你看樹底下 都是我們去年 收成完之後 採檢下來一些枝條 到現在已經 現在是12月了 不是去年 是今年 今年採果後 接下來枝條 現在都已經又平了 本來堆的很高 現在又平下來 所以這些都會變成有機養分 我們會灌溉 把水呢 在這邊讓它流動 它就會腐爛掉 那這裡有一顆 石森種植的 已經很大顆了 種在這邊其實 沒有什麼用處 只是留個轉看未來 它或許是 因為石森苗種植很難說 因為石森苗種植很難說 有些是種到很差的 那有些呢 會還不錯 哎呀我發現 現在已經有果蠅來了 母啊 已經有果蠅來在沾了 這邊沒有幾顆 不過已經有果蠅來在沾了 所以已經包起來了 趕快套起來 避免說 沒有幾顆 然後又被果蠅給光顧掉了 我們就 什麼都沒有了 今年沒有包 沒有人吃了 有些還很小顆啊 沒有幾顆啦 所以今天 今年套袋 套袋就 只買一兩袋就夠了 哈哈 太高了 不然等一下我再拿那個蠅來 拿蠅來 拿蠅來 我會比較健康 來你下來 我來討好 OK 這就是我們今年的牛奶果的現況 那我頻道裡面的好朋友 還有我們社團裡面的好朋友 有些人已經分享他牛奶果很大顆了 甚至有些人的牛奶果已經轉色了 有啊 有啊 有人牛奶果已經熟已經轉了 所以很快 進度實在有夠快 這樣放這裡很容易 對啊 不過我們這也是要等到四位 三位 三位可能就有啦 三、四位這樣 沒有幾顆啦 這裡 這裡有 這裡有 這邊也很棒 蛤 有啊 有啊 這邊也很大顆 那像這種枝條喔 這種枝條 我可能會把它截掉 到時候把它截掉 尤其那個有沒有 那個就是霸王枝 來看一下 這個霸王枝喔 這個強養分這個喔 那個要鋸掉 不然它會越長越高 會長得很高啊 還不會長 然後這個枝條呢 是我之前刻意留下來的 刻意留下來 然後有幫它做一個 一個塑造、塑形 所以這個枝條 預計明年就可以加入生產 這個枝條 那個枝條 在這邊長起來 然後把它 刻意把它拉過來這邊 也不要讓它沉得太底下 以後這個空間 這個空間 就留著這個枝條 預計明年這個枝條就會生 就會生了 就會長果了 這幾顆 今年這個沒多少 沒多少 沒多少 好那我們趕快來套袋囉 我們下次見 希望下次分享給你們看的時候 它已經很大顆了 而且應該會很漂亮 我們下次見 拜拜